字幕詞・字幕翻唱 字幕視頻 哈囉大家好 我是這人 我們來來囉 今天的騎車日誌 今天不是騎車日誌 今天是改車日誌好不好 那今天要改什麼車呢 捏 就是 R15 V4 R15 V4 極少量可以在路上跑 那這邊呢 那今天呢 我們要改的東西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支避震器而已 那在改避震之前呢 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這台車上面改了一些什麼東西 嗨 你好 好 我們的車主就在那邊啦 好不好 我們這個 大駐集團的少爐 大駐集團少爐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來改了什麼東西 毛巾呢 喔 是D2集團提供的啦 那 講說D2集團呢 欸 進廣告 好 今天我們 我們的大乾爹就是我們 D2集團提供的 避震器 哇 好帥喔 好 等一下我們再講這避震器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改的東西 好 我們就改了一個短排架 我覺得這個是 只要騎這種類似跑車 或是有殼的車的人 都有挑改的 街車也很多人改短排架 那再來呢 就是這個輪胎啦 那人家常說那個 R15這種車 木的胎在路上跑 就是下雨天 或者是在一些 山路上 你做一個比較 極限的傾腳 就會 滑掉 所以呢 我們就有一個好的輪胎 就非常重要啦 所以 想當然有在R15 V4呢 配了一個Rosso 3 這個輪胎呢 效果怎麼樣 來 黏 有夠黏 有夠抓啦 就這樣 其實傾手速度蠻快的 說他有胎穩 所以排水性也都還OK 就不會說就是 為了抓地力而失 上失掉他的那個 安全性這樣子 那再來呢 我們這個改的這個是什麼 RK電條對不對 它是黃金電條 對 KCT的鋁合金紙盤 那為什麼要改這個 主要是為了他的輕量化 讓他減少他的慣性 在這個樣子下 他的加速會變快 所以 目前我是原廠磁筆 但是加速理論上會比 一般可能RK紙盤 或原廠紙盤 再來的快一點 油泡面條主要是為了他的 耐用性 跟 抗拉扯性 那這樣子確保他的 耐用度是OK的 不會太容易鬆掉 而且我覺得這個 齒盤啊 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找追焦罩的時候 你幻動有顏色的齒盤 你只要看這個地方 你就知道你的車是哪一台 像我們這裡有人 視頻一改綠色的 那個追焦罩啊 他一早就找到了 那個只要是綠色的齒盤 幾乎就是他 因為我很少看到有人用綠色 所以說 我覺得改齒盤 不只是實用 然後你連看那個 就知道追焦罩在哪 再來呢 歇管 齁 全斷 歇管 那我覺得呢 R15這台車呢 蠻多人都是配 台歇 路歇 港歇 我跟你講 這些東西都不要配 要配就配 正歇 原廠其實他配的是 鈦合金的鞋子 對 那這一支他比較算是混搭 就是我頭段重新製作 然後配上一支 塔鳳的尾段 那兩支的聲音其實不太一樣 塔鳳這支他的效應聲是可拆的 鈦的是不可拆的 這區別在這裡 然後三個一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就是 其實在影片聽的聲音 跟在現場聽的聲音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我每次聽到影片的檔 然後到現場聽的聲音是 不知道是怎樣就差超多這樣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來現場 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到我們的 文聖街2011號一樓 來聽一下這個聲音 沒有關係的 我還在賣藥啊 你就是賣藥的啊 今天這一集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商業化的一集 有夠商業 感謝T2 剛爹贊助 好 那下一個呢 就是腳踏後移 那這個腳踏後移 是新炫的嘛 因為300R車友也蠻多人用新炫 那這個是郭產品牌 郭產品牌 其實基本上 新炫它提供的選配蠻多的 像我這一組是選了 PLS版的位置 PLS版的木片 再加上不鏽鋼抓層 還有可折踏板 這樣踏板是可以折的 我覺得位置其實 相對來說還OK 如果說希望說 欸我只純粹越來好看 我可以用一般版的 就不用選配PLS的位置 那如果說我希望靜近一點 那PLS的後移 它的 這樣往後往上兩公分是夠用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可折踏板就是一個便利器 你可以折看看 欸對對對對對 好了多了 這樣變態 感謝D2 現在多選一個啦 不鏽鋼的軸承 那不鏽鋼的軸承 會讓它的打檔跟 煞車的速感會更滑溜一點 更順暢一點 大概是這樣 好那接下來 這個東西比較重 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這個煞車的系統 這個是什麼呢 BREMBLE 那這顆是BREMBLE的 基本對式卡鉗啦 那其實這台車它的 自動利用這一組卡鉗 其實相對是夠用的 如果說覺得不夠 我們可以換加大的疊盤 或甚至是用 輻射卡鉗 來做取代 那這樣子力道會更好 當然 要花的錢更多 如果以CP值感來說 其實這一組是夠用 當然還搭配了 金屬油管 上面的總共 它都有做更換 那假如這個 我覺得在R15 是印度的嘛對不對 那以前印度的呢 ABS是沒有倒叉的 但是這一台V4呢 它就是倒叉的 又有ABS 因為我發現很多客人問說 只能有沒有倒叉 又有ABS的R15 沒有 可是現在 有了 有了 只是你們要等一段時間 好不好 歡迎來訂車 沒問題了 今天就是一個 非常商業化 狗腿的一集 OK 那現在呢 我們把這個稍微 降下來一點了 我們來介紹一下 上面撞到這個總共 對來看一下這個總共呢 這個是什麼的總共 這是一個安科的總共 那它 那我是用 LMV2的15mm 15mm的 那對一顆基本 對一式的卡鉗 其實相對來說還夠用 那如果說我喜歡手感 再直接一點 可以用到17的 會更 力道來的更快更直接 那只是說 你對於剎車力道的控制 還要再更 精準一點 它要更好一點 如果說剎車控制沒控制好 就像我翻車一樣 可是在有ABS 動力也沒那麼大 應該是不會翻太快吧 應該不會 對 大家都會喜歡在這種 類型 類似跑車的 車子還沒裝這種護工 那 你覺得這個護工主要 帥的成分多 還是實用成分多呢 其實我覺得 帥的成分多 因為我其實 原本都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要裝這個護工 但是現在看久了 其實我覺得這種車 裝護工 好像不裝不行 因為 裝的就是 帥 帥 對 那 通常這個好像是為了 防止那個 不小心 有沒有會中到 還是 其實主要 這個我真的覺得就帥而已 因為一般車有效是 大片 像越野車 喔 那個 擋樹枝的 那這個我覺得就 帥就完了 對 帥就完了 帥就完了 對啊 那 還有一個東西可以介紹 就是他這個 欸 做嗎 就是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油箱 那其實這邊 蠻多車都有改這個 就是 這叫什麼 快拆油箱 喔對 快拆油箱蓋 我突然弄機叫什麼 你看那個MT09也有裝備 那如果你跟朋友呢 喔 一起出去 他買了你喜歡的顏色 例如說他喜歡藍色 那你也喜歡藍色 結果 藍色沒有破了 那你可以把朋友的也拔掉 換過來 好 這是 會有法律責任的喔 好 那請問一下這個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想裝這個東西 像我自己 我是不喜歡裝的 其實 第一個是帥啦 第二個是方便 就是我不用再發鑰匙 然後轉過來 插上去 然後轉起來 那這很方便 壓下去 轉起來 就開了 其實蠻方便的 401也可以裝 他們的401都有裝 只有我沒有裝而已 所以陌生人可以把你的 郵箱打開 對 但是前輪是你家會用 因為我 車子常聽外面 所以我就是 怕會有人去把我這個拔走 對 所以我就 目前非常的裝 但是 這裡蠻多客人 還有這裡的 所有騎士 車友都有裝 對 我其實老實說 401也是有一點想裝 有沒有裝賣D 因為 我賣D 然後這個高角度風鏡呢 其實 實用性來講 應該還是有 但是我覺得 還是帥的成本一桌 因為他原本的那個就是小小的 那這個就是有翹起來 那其實 你在高速下的時候 你 騎的時候會趴著 他其實會順著這個 然後 再從你的安全帽上面 滑過去 但是我不知道R15的動力 會不會讓你有 這種感覺 至少我之前騎 CBR650環島的時候 他用那個高角度風鏡 高速下是真的有感 其實你還漏掉一個很重要的 油箱紫滑貼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像 子恆的車其實都沒有貼 因為我是覺得不好看 但是有油箱紫滑貼 真的是蠻實用的 像我之前騎 朋友的6R 那個正星券號 他有貼 所以你騎在過彎的時候 你可以 上半身不用出太多力 全都是下半身在處理 下半身對男人非常的重要 對 其實我覺得有切這個真的是 比較好 但是我自己覺得 冥光為主 所以我的車我都沒有貼 這是我覺得 我自己蠻可惜 跟堅實的一點 那這大致上 應該是 應該是 有啦 其實他油看不到的 什麼東西看不到 RCE的鋰鐵電瓶 這個電瓶是真的是蠻重要的 直接喘對不對 對 他起霧了 對他起霧了 閃一下 然後其實裡面還多改天叫 高流量空力 搭配的管子 他其實在 整個進氣 吸塗就像他剛戴的口罩會喘一樣 把口罩拿掉 一切就舒服 就通了 是不是 那這樣子 呼吸都順暢 動力自然也出得來 信手捏來啊 哇靠 我覺得以後就開一個新的單元 就是專門講改裝 然後 沒有什麼車就可以順便拍了 對 那他剛剛講的那個高流量是 感覺非常好 像我之前騎史波 因為他是氣冷車 然後他原本改之前 我覺得 騎起來悶悶的 直接改了那個高流量之後呢 我覺得 真的是順暢 我覺得像這樣 好爽 好爽 對 眼睛就起霧了 那 離鐵電池是為什麼要換的 主要是 第一個是輕量化啦 輕量化一定有 但是 最主要是他電系電流穩定 然後供電加強 相對他的點火也好 其他電系的運作 都是比較加分的 對 但是RCE的製放電率真的比較低 而且RCE在他的使用壽命也好 或是他的 整體的平均數值 都是遠高於一般傳統的 千酸電池 或是所謂的 膠體電池 這台車的改裝品跟介紹 就大概到這邊為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把這個 D2老爹 提供的避震器給裝上這台車啦 D2老爹 D3的位置 D3 D6 D4 D3 D4 D2 D5 D6 D6 D8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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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9 D9 D6 終於是這個避震的感謝我們祭司大哥 還有我們的大渡集團少東 OK 還有我們大渡老闆 雖然他完全沒有在 幹嘛 你拍他頭皮喔 欸他真的拍頭皮耶 陳佑茨你知道嗎 好那剛剛弄上去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試一下 因為 我在拿這組避震之前有跟他講我體重 嘿 九十公斤 我九十不就胖怎樣 來 試一下 好 這個動作 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 呃 我覺得他 因為 笑什麼啦 笑什麼啦 差你的 這麼高 他這樣會那麼拍啦 好那剛剛這樣弄下來 他的支撐性其實還蠻夠的 所以我還蠻期待 騎在R15 V4 因為都改了蠻多東西耶 所以我覺得他的 氣線感覺一定很chill 就算不chill 我相信 在山路上 又在騎D3 沒有看到這個 應該會覺得 哇 居然有D4在路上跑耶 好 那這個D2的避震器呢 其實我覺得蠻不錯的一點是 他們家是永久性寶庫 對 什麼叫永久性呢 就是他之後可以在各個他們的經銷商 做維修寶庫的動作 那如果你想 中途想再調整呢 找他們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介紹應該也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下一次 等好天氣的時候 我們來把這台車騎出去 拍一集紙盒試騎 喔真的超久沒有拍紙盒試騎啊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或者是你想要改什麼東西 買車賣車 喔都可以來找子恆 改裝保養找子恆 那喜歡影片的話幫大家喜歡分享 以及訂閱大家 下次見囉 掰掰 他們是 等一下 放開 好 那這個D2避震器呢 他們是 永久性寶庫的喔 性寶庫 你這人老不休 幾歲的人才到性那麼興奮 襪子哥來 性寶庫 欸 現在襪子 彩虹襪 聊聊聊 永久性寶庫是怎麼樣的 頂那個飛啊 來來來來來 沒有 那是屁股 要飛在這裡 我相信你多才 頂你 你知道頂你的飛是什麼意思嗎 他就是這樣插進去之後 可以頂到飛 叫頂你個飛啊 不要這個不要緊進去 為什麼我就要緊進去